第21题,力宏在商场试穿四双底面凹凸纹路不同的鞋子,它们的底部面积包含黑色及灰色部位,皆相同。 如下图所示,若图中鞋底的黑色部位为力宏穿鞋子着地时,鞋子与地面接触的部分,且它的重量均匀分布在黑色部位上, 则利宏走在冰岛结冰的湖面上,避免行走困难,他应该选择哪一双鞋子去旅行? 我们要在结冰的湖面上避免行走困难,就要像冰爪一样能够插进我们的冰块里面, 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就要比较大,像我们的冰爪很多尖锐的爪子去抓它,所以我们要找那个面积比较小的,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像A这样,所以第21题说,他应该选择哪一双鞋子去旅行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我们的表面积最小的鞋子,但是这一题在我们考试的时候是送分的, 因为这题是仿造95年的基测题,那么95年基测题名试他要考的是压力最大, 那么选A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这题并没有名试我们要挑压力最大, 那同学要从所谓的结冰湖面上避免行走困难,想到要像冰爪并不容易, 同时他还附了一张图,这个图上面脚踩下去冰裂开来了, 那么就让同学想说,那我要避免冰裂开,那我要找压力比较小的, 所以他就会挑到选到B,那个接触面积最大的, 所以这样变成题目就变成有争议提议不清, 所以当年我们这一题是送分的,但是如果按照95年, 基测的考法他要挑选压力最大的,我们答案就是A,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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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